大家好,我是月寒 说起湖南湖北这两个省份 大家能联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从小看大的综艺快乐大本营 还是热干面长沙臭豆腐 再或是凤凰古城之类的 但今天月寒不和大家说这两个省份的特产古迹 我们来说一说湖南湖北中间是哪条湖隔开的 这个在历史上并没有很大的争议 大家普遍都认为是洞庭湖 湖南湖北本来就是湖广行省 是只属于元朝的一级行政区 包括洞庭湖以南和以北广大的地区 后来行政划分 就将洞庭湖以北的地方成为了湖北省 洞庭湖以南的地方改成了湖南省 洞庭湖这个名字最早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因为这个湖有个洞庭山而得名 在古代的时候也成为云梦九江等 在唐代诗人刘雨昕的笔下 他是遥望洞庭山水悬 白银盘里一轻螺 那他的美景都必须多说 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 与湖江交汇处跨过岳阳 望城常德等一些现实 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以岳阳楼为代表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言地 还是长江的优良蓄水池 所以相比于之前 又还和大家分享过的 河南河北分界河 山东山西 分国山等等等等 湖南湖北还算是和谐的 他们本来就是湖林的一家 生活习性也是很相近的 被划分为两个行政区之后 为了各省的利益 两湖人还会改变自己的一些喜好 来迎合对方 像是当时湖南长沙 卷烟厂出产的白沙 还有常德卷烟厂出产的 芙蓉军舰等 在湖北省也是很畅销的 湖北的酒像是黄山头 白云边等等 特别是啤酒还有金龙泉 包括一些啤酒在湖南 也是占着半壁江山 但是后来到了90年代中期 湖南行政机构 为了保护本省的啤酒企业 限制销售湖北的啤酒 那知道这件事之后 湖北和湖南交涉 但是湖南不理会 湖北就想了一个法子 在湖北禁止销售湖南香烟 因为这个原因呢 这两个兄弟省份呢 一直是思到了现在 也导致了湖北不卖湖南的烟 而湖南看不见湖北的酒 看到了这样的事 那不知道在湖南和湖北 生活的朋友们是怎么看待 这件事情的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 帮我一起探讨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